就是我们的中华队黄金与球男双李洋沛 他被誉为真的是为大赛而生的组合 昨晚在分组赛他们强碰过去从来没有赢过的中国组合 比赛当中两个人表现非常精彩 如果有看比赛的人都知道 这王麒麟甚至躺着打也得分 网友就说这真的是躺着打都能赢 比赛精彩的程度还包括当中反手击球 或是李洋还对着空中反转 然后还能够反攻球 非常厉害非常精彩击退的中国组合 那么现在李洋沛是在分组赛晋级到八强 也就是说他们在整个奥运已经跨界了九连胜 晚间台湾的羽球强壮 李洋沛戴自营与周天成接连出击 牵动了全台湾的人心 结果男双李洋沛精彩表现晋级八强 小戴则是遗憾结束奥运的最后一五 想请要连线给记者黄云元 圆圆 好 相信在这个晚上很多所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如果在看奥运的羽球赛事的话 这个心情的起伏肯定是会相当的大 因为今天晚间有三场非常精彩的羽球赛事 那么首先是一个好消息 是我们的羽球男双金牌组合林洋沛 他们在这个小组赛当中是以四胜零败的好成绩 确定拿到了八强战的门票 那么他们是以这个17比21 21比17 跟24比22的好成绩 取得这个四连胜打败了中国的留欧组合 整个赛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李洋跟王岐霖都展现这种坐着打 打着打都非常精彩的表现 稍早也访问到了他来听听他们最新的访问 应该对这个四驱有蛮大的提升吧 就很开心 但还没接触继续努力 可以简单聊一下吗 那这种比赛 我们车来了 不好意思 车来了 对啊 我们要去治疗 所以谢谢大家 我们继续努力 好 可以看到这个李洋跟王岐霖 他们在走出赛场的时候呢 身上都包着一些冰块或是绷带 因为他们马上呢就要赶到这个物理治疗所 去做一些身体上的修复 下一场八强战很快的就要登场了 另外呢就是这个宇宙一姐戴智颖 很可惜的他是在这个小组赛当中呢 面对到他的好朋友泰国女将伊瑟农 那么小戴最后是以19比21跟15比21席败 在赛场上输给了他的好朋友 无缘晋级这个女单的八强 那么赛后的时候呢 小戴也对这个媒体表示说 他觉得非常的遗憾 没有在赛场上好好的这个发挥实力 因为身体上呢其实还是有伤 但是在这样子的舞台上呢 面对到自己的好朋友 却输了其实这个比赛是非常残酷的 另外呢就是这个台湾宇宙一哥周天成 他在这个南单的部分项目呢 是带来了好消息 他在今天的小组赛当中 是以21比18 21比13 击败了香港的好手李卓耀 现在也确定的是直接以分组第一的好成绩 晋级16场的淘汰赛 那么是今天的最新的赛事状况 再把时间镜头交给蓬丁 滴达会场外围 台湾宇宙一姐戴资影 气场超级强 墨镜耳机全戴上 似乎是在调试赛前的状态 还有心情 尽管旁边还有粉丝帮忙加油 但赛前要避免太多情绪起伏 戴资影仅点头 微笑致意 不过这对粉丝来说已经足够了 小黛加油 穿着印有台湾和戴资影英文的T恤 就连毛巾也一样 台湾粉丝专程特地前来加油 就想到这次最后一舞了 所以就特别来帮他加油 我就是单纯看小黛的 去帮小黛加油 就是大家就很希望他能获胜 到场支持的台湾粉丝超级多 还有作家特别从摩洛哥带着狗狗 赶到巴黎要帮小黛加油 而除了戴资影外 要支持的还有林洋沛 林洋沛 王麒麟 李洋 接续到达会场 粉丝大声狂帮忙加油 衣服胸口脸上还贴有台湾国旗 因为这一天除了戴资影 林洋沛外还有周天成的比赛 一连三场粉丝说什么 都要到场支持 当然是支持我们台湾的戴资影 然后周天成还有我们的林洋沛 然后我其实非常兴奋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奥运 来奥运一百欧其实 然后可以连续看到三场 我觉得很幸福 甚为球迷很幸福 运动员在赛场挥洒汗水努力 粉丝特别买票到巴黎到场观赛 用行动支持要作为他们的后盾 中央队加油 台湾队加油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我国欲求男双好手李洋王麒麟 搭档组成林洋沛出战巴黎欧运 被视为是夺牌大热门 无奈两人的迁运实在不太理想 小组在抽签结果出炉 林洋沛落入死亡之组 将对上男双世界排名第二的 丹麦阿斯特鲁普跟拉斯姆森 还有世界排名第七的日本选手 以及排名第九的两位中国好手 三组都是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 加上这一组有五队 等于得多打一场 对选手的体力耐力都是消耗 而按规定只有十六组男双参赛 但世界雨莲因为计算积分出包 地主对法国申诉抗议成功 让十六队应声变成十七队 对死亡麒麟发文痛批 雨莲很两光 李洋则感叹连两届参加奥运都不太顺利 两人预计二十号晚上出发前往巴黎 各界也替两人集气 期待林洋沛再创夹击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好来关心巴黎奥运赛事第四天了 目前奖牌最多的国家是日本 中华队的选手们都还在持续的努力当中 那今天还有哪一些精彩赛事呢 我们要连线给圆圆 巴黎奥运赛事来到了第四天 那么虽然现在我们的这个中华队呢 奖牌榜还没有开张 不过大家呢还是要为这个中华坚儿一起加油集气 因为呢到今天呢 还是有很多的赛事呢是持续的晋级当中 那么有很多的选手呢 也在这个晋级之路一路一路往上爬 像是今天下午大概是五点之后呢 我们的男双宇球男双林洋沛他们就要登场了 那么这次呢他们在小组预赛当中 先是扳倒了日本队 再扳倒了这个丹麦队 那么紧接着今天晚间要面对上的呢 就是美国的组合了 虽然现在呢他们是位居这个小组龙头的位置 但是其实在这个之前的赛后访问呢 李洋也告诉我们说 美国队呢是适应这个场地中最好的 所以他们完全不能够轻敌 那么他们表示说 每一场比赛他们都要保持警惕 那么就希望最后能够直冲近八强 为台湾再一次夺牌 再来哦还有就是我们的小林同学了 这一次赛事相当密集 其实他也非常的辛苦 那么在今天晚间五点呢也即将是展开 他的这个男单的个人的三十二强赛 那么队上的是克罗埃西亚的三十八岁老将 那么这名老将呢其实也是这个欧洲 男双比赛的这个冠军 所以呢其实也是不能够轻敌的对手 没希望小林同学在这个身体 跟心底的这个状态上呢 都能够保持到最好 再来就是很多王太太非常喜欢的王冠猴了 在今天晚间他在这个男子200公尺蝶式项目中的预赛呢 就要出战了 而王冠宏在去年的这个杭州亚运呢是拿下了银牌 那么最近他在国际赛事当中 也是屡次的打破自己的个人记录 我们希望这一次在巴黎奥运当中 他也能够刷新自己的成绩 有很好的表现让台湾人看到 那么以上是今天的赛事的赛况还有预告 再把时间镜头照给朋友们 最近消息奥运传来的捷报 这是中华队的射箭国手戴宇轩 刚才呢是以6比0的夹击轻取分篮选手 也成功的挺进32强 这场比赛当中戴宇轩稳扎稳打 也不断的把压力丢给选手 让42岁的选手呢倍感压力 最后呢败下阵来 不过戴宇轩会在32强的赛程当中 碰到了地主队 这将会是一场硬仗 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来关注 而另外呢在奥运的赛场上 羽球男双林洋佩也顺利的晋级八强了 台湾蝶王冠宏刚才也顺利闯进半决赛 马上连线请在巴黎的记者黄岳元告诉大家 好了 主播各位观众 直续来带您关心巴黎奥运赛事的 最新战功的中华队选手呢 还是频频传出捷报 首先带大家关心到的是 羽球男双金牌组合林洋佩 在稍早的小组运赛的当中呢 是直接在打下了第三车 他们分别是以21比12 22比13 击败了美国组合 虽然开赛的时候就是势如破竹 完全不给对手机会 但是在第二局的时候呢 林洋佩是稍微少遇了乱流 不过马上就调整了自己的进攻节奏 最后以直落的好成绩打败了对手 但是他们接下来马上要面对 到的是世界排名第九的 中国流欧组合 可是非常长的强敌 最好最好呢 是希望他们能够拿下 四胜零半 以这样子的全金 稳定的直接晋级 同样传来好消息的 还有我们的小林同学 林云如 他在这个猪球男子 单打32强呢 今天是出战了38岁的老将 克罗埃西亚的老将贾希娜 那么中场我们的小林同学 也是以11比4 11比9 11比9 跟11比6 之落四的好成绩 直接抢下了16场战的门票 同样的呢 还有就是很多王太太冠金的 王冠同乐 今天在出战这个男子200公尺 别次的资格赛当中 他是游出了1分55秒32的好成绩 排名在分组第3 那么同时呢 这也是走排名第8的好成绩 顺利晋级 不过接下来半决赛的时间 就是在台湾 11月31号的凌晨2点40分左右 所以王太太们要帮他加油的话 可能要稍微熬一些变了 再把时间交给你们